另外来看产业面上 当然消费支出的疲弱 我们刚刚也讲到 苹果被美银降频 那么Netflix的需求也疲弱 凯夏宣布10月减产30% 所以看到上礼拜 有科技股在美国这边也是大砍 那么Nike说这个库存过高 这个也是让股价重挫 消费性的利空 让整个科技股再下杀一波 见底了吗 其实通常出现这个讯号的时候 通常就有机会见底 有机会见底 就像董哥讲 一开始在砍的一定是什么 比较不好的公司 但已经砍到那种 好的公司都开始出问题 甚至没有问题的 都被你说成有问题 我举例来讲这样的苹果 大家都知道14卖的 14Port卖的不错 现在来讲就是评价的问题了 那评价回过来叫评价叫好听 讲简单就是细心的问题了 就是大家已经不分好坏就要砍了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 同志朋友 有些股票很容易被砍在 我们俗称的阿呆股 就知道你千万不要当阿呆 而是要开始寻找 当然我们不建议去强短 可是刚刚董哥说的 当他反弹的讯号出来的时候 其实当最好的公司 开始补迪的时候 往往就是我们要开始 寻找反弹讯号的时候了 OK 好 那另外来看 这个是马斯克 这个是大家关心的指标 他最近很热衷在这个机器人 他说机器人的商机一定比电动车更厉害 反正他就是一下子热什么热什么 我们要怎么样来解读 现在PT的网友说 当看到Apple和Tesla的股价已经崩盘的时候 就是落底的讯号 可以这样解读吗 我刚刚强调 Apple是什么 是业绩最稳的 Tesla是什么 但无庸置疑的 谁都知道外电动车是趋势 那业绩最好的 一定是趋势的 都在补迪 就回到我刚刚说的 最好跟最有趣都补迪的时候 大家开始 可能要寻找买点的时候了 OK 好 Apple Tesla开始 大跌的时候 就是找买点的时候 所以看到跌比较难过 买点这么紧了 Tesla的股价 好 那我们讲过股市 不管是做多 不管是做空 勤贼要先勤王 多头市长 我们就有个经验法则 只要多头市长 当年开年 你看到股王在涨的时候 当年就有比价效益 当年股市就会涨 如果当年股王是下跌的 那当年可能就会跌 这也是个几率 但不是100% 那一样嘛 如果像美国股市 我们讲最强的FAM 这几只股票龙头股 那龙头 但是Tesla是目前最夯的 因为是杰仁概念股的龙头 那另外的话叫Apple 所以你看这两只股票 特斯拉我们先用年线图来看 特斯拉今年就跌了 到现在跌了24.74 如果从最高点下跌到现在 是跌了36.01 按照美国基础分析派的原理 52周之内从最高点下跌 超过20%就建议叫熊市 所以从特斯拉这种角度来看 它已经跌了 从最高到下跌了36% 已经进入熊市了 而且从年线图来看 它现在股价是历史最高点的位置 你再看下面这是周线图 你看它的形态我把它压缩 它的历史走势图是一条水平线 然后喷出五个波段 然后再形成什么 很清楚的左肩头部右肩 是标准的大大的头肩顶的雏形 那我们讲过这条支撑线不能破 这条叫头肩顶的颈线 一破颈线的话 都会形成头部对称 那头部对称的话 就来下探就要回到十年线了 所以看特斯拉刚好在关键点 因为我刚讲它叫雏形嘛 要头肩底成立才会对称下跌啊 没有成立有可能变得怎么样 又空又空有可能啊 所以这个点是多空关键点 仅限不破它只是一个雏形 它还会再做反弹啊 万一破了那就变成形态确立 那要往十年线下走 所以特斯拉现在走势很重要 那如果从技术面来看 今年跌了24% 最高下跌跌了36% 它已经界定是一个熊市 重点在哪里 它股价在历史最高点 按照我个人的经验 我从来从来不买历史最高点的股票 还有它上涨的角度 是英文字母大写的印刷体的 A的角度就70度 这种都是奔提的形态 所以我在股市36年 每次全程都退 只要它这两个条件 历史最高点 你看它角度已经将近90度了嘛 这种角度我都不会去碰的 这是特斯拉 然后再看Apple Apple基本面是很好啊 你看它的股价走势 它今年以来跌了21% 从最高下跌 跌了24.17% 都超过两成了 所以不管Apple 特斯拉 按照技术分析派来讲 都是熊市了 你看它的股价走势 历史最高点 都是历史最高点 你看它的周线图更不得了 这个角度将近85度90度了 历史最高点也是个头肩顶 所以特斯拉跟Apple都一样 历史最高点又做出头肩顶的雏形 还没有成立 所以仅限不能破 破的话就要形成对称 那对称就到10年线 所以这两只股票 我刚才讲一个前提 第一个在历史最高点 第二个上升角度超过70度 那都未来都会有个奔跌的状态 那它基本面很好啊 所以它会被大盘拖累 大盘出现轮跌效应的时候 这种好股票是补跌 当他们都补跌的时候 那信心就瓦解掉 所以这两只股票 目前是头肩底的雏形 还没有确立 还没有办法形成对称跌幅 所以这个支撑线不可以破 所以在操作上 让你要特别的省省 OK好董哥说 36年股灾都可以逃过 就是因为都超前部署 先退再说了 好给大家做参考 马上回头来看 这一波是股汇双沙 很多人说台币越放越薄 美金的整个高定存的这一些 这个优惠方案不断的出来 现在一年期3.8 3.94以上都有 问一下政协 这个时候适不适合 就大家继续去换美金 因为我们这个央行总裁 提醒大家说 小心万一这个利率政策一反转 你不要赚了这个利差赔了会差 你看有那么快反转吗 我认为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升息的脚步 其实从点阵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升息的角度 还是继续的一个往上走 那台湾的升息角度 是跟不上它的 但是你问我说 是不是现在很积极的换汇 毕竟我们知道这个汇率 是反映一个预期的一个心态 所以我认为应该怎么做 我现在这样讲 如果你现在手上还没有美金的人 根本都没有美金的人 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些 你还是要换一些 现在可以换 因为你手上都没有美金了 比如说你手上 我手上现在都还没有换过 那我可以告诉你还是换一些 因为我说过 利差只会越来越扩大 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 我认为你可以换一点 然后去赚一些 这个简单的一个利差加会差 但是你手上已经有的 你不用再积极的说 那我要给他压买仓 我觉得不必了 因为这个会市已经反映了 它一个预期的一个心态 所以我在这边 可以投资人做一个建议 就是你是空手的 你有些闲钱 我建议可以换一些部位 但你已经有的 就不要再积极了 因为毕竟来讲 他也已经升值了一个不小的幅度 OK 有配置到就好 那我想问董哥 你这个比较保守型操作 你觉得现在要有多少比例做定存 那我跟你的看法 如果用换型的角度 我就问最起码先等到年底 因为还有两次会议 还是要升 明年可能还会再升 所以你这样要升的话 你从28块要换 已经获利了 所以我建议第一个等到年底的时候 费的最后是升级 不过换美金 对对对 最后一次升级结束之后呢 我觉得你就是采取定时定额 就是它已经到年底 就确定 假设还再升两次 假设都是升三码 那就六码了 那利率快要接近4%了 那4%来讲的话 换成美金 美金台币可能也就滚到32 33 34都可能了 所以这个时候采取年底 确定升级最后一次结束 明年可能还有升的机会嘛 你最起码怎么样 你也不要撞到最高点啊 你从在年底的时候 确定升级最后一次了 利率往上调了 币值也扁了 这时候你再次采取定时定额 换成台币 换一部分台币 然后再一部分之间呢 就可以去买0050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策略呢 一样就是最后一次升级结束呢 你采取定时定额去换台币 但是暂时不要买0050 等到什么我刚才讲了 10年限 台股跌到10年限的时候呢 你再去买0050这我个人建议 就第一个你先到年底 利率会议结束了 你开始把台币慢慢 定时定额不要全部换光嘛 逢高慢慢换一点换一点 然后呢我建议采取第二策略了 然后换了美金台币慢慢 你现在说是把美金换回台币 对对对换多了以后 慢慢定时不要定时换光 台币美元升级还没有结束啊 慢慢换定时定额换 然后换了以后呢 等台股回到10年限 你换了闲钱多了嘛 你就可以去买0050 0050或0060的策略了 好 美元最高峰的时候换回来 我讲一个很有趣的笑话 给大家听一听啊 就是说投资哦 大家好像抱强势的东西哦 很抱不住 哇你现在抱的股票是赚钱的 你现在抱的货币是强势的 你好像抱的是烫手山鱼 恨不得赶快把它卖掉 有没有发现 然后很弱的币值 很弱的股票 你好像我建立欣喜一定要买到 那这个东西我请大家要突破 一定要突破这个盲点 就是说你早上抱着强势股 你就好好的抱着它 等到它转弱嘛 那你早上在看着弱势股或弱势货币 就好好的抱着它转强嘛 那何必要现在来当预测者呢 所以我再提醒大家说 现在台股跟台币就是很弱嘛 我们可以关注 但是不必那么急嘛 我们等到美金真的要反转了 或者美金回光反转 我们再换回来也不值了 好像大家心里头的那个价格僵固性 说啊塞啊 这个美金飙成这样就赶快换 台币怎么就赶快 就是有这种那不要 就是涨多就急着想 你讲的是强弱对不对 强弱多的转换再来做 所以刚刚一样的问题 你现在就说这28块的台币的二货 我们来把它换成美金 你觉得先不用 我就不用了 它明明就在抢嘛 明明就要生子 你何必 好像抱着烫手山一样 那个钱不烫好不好 就让它先存在银行里 我们慢慢看就好了 好 我问一下吴老师 美元优利定存你会做吗 美元现在还没涨完 现在各家银行不断推出新方案啊 对 我说美元基本上还没涨完 还没涨完 为什么呢 第一个美元强势以后 其他国家相对贬值 对不对 美元强势把全球景气拉下来 那些出口导向的国家 他会发现出口不太顺利 不像以前那么好 他们会因为实质经济的下行 而继续货币贬值 就是经济前景看好 货币会升值 经济前景看坏 货币会贬值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出口导向的国家 经济前景在下修 所以他们的货币贬值 还会继续一阵子 反过来讲美元比较强 那我们现在看美元是这样 过去上一次高通膨的年代 在80年代初起 40年前 这之后没有再通膨 所以我们都缺乏 一般投资人缺乏 观察通膨的这个经验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 就是通膨高的时候 那个利率高会撑很久 撑一阵子 我举个例子 1980年6月 所以换优利定损是OK的 1980年6月的时候 利率升到20% 1984年9月 我去纽约念书的时候 我去银行开活级户头 当时活级户头的利息 14% 我这亲身经历 14% 你开玩笑 活级户头有14%的利息 你相信吗 这个就是当年 不要买股票 就是我们所谓 金工价18% 当年的高利率背景 你看看 从1980年6月 到1984年9月 4年 利率从20%降到14%而已 所以利率会撑很长一阵子 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强势美元 也会撑很长一阵子 结果美元撑久了以后 美国的出口进口不利 美国撑不住了 结果1985年 一个出名的 叫做广场协议出来 大家记得 1985年美元太强 要大家把日元要升值 马克要升值等等 所以开了一个 在广场饭店开了一个会议 然后叫做广场协议 要日元升值 日元怎么升你知道吗 一美元当时是280日元 升到把那个2砍掉 升到80 其他货币要升值 美元要贬值 所以到最后的话 如果美元一直强势 到没有出现 这样的一个国际安排 来让美元调下来的话 你看不到美元贬值 美元拉回了 这当时的经验 那现在的话 要看看通膨持续多久 如果通膨一直撑下去的话 降不下来的话 那糟糕 会互置上一次经验 就是说利率必须 在高档撑很久 然后美元就撑很久 撑到个四五年 美国吃不消了 开会 又来一个新版的广场协议 说不定要这样子 但是如果通膨 可以很快打下来的话 那情况才会比较好 OK 好 所以听起来这个强势美金 跟高利率这个美元方案 大家可以继续再观察 会持续蛮长一段时间的 来吧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